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今天預約了7點到8點的接駁巴士 要去看夢蓮湖 歡迎來到班夫國大公園之旅第三天 今天我們來到公園內具代表性的 景點之一夢蓮湖 夢蓮湖皺落於石峰山谷下 是個冰河湖 湖中有冰河堆積的礦物質 讓它呈現漂亮的藍綠色 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出發 那我們第一個活動要來划船 是體驗這個冰河湖非常好的方式 我們女兒女兒組合奮 就不會放在這個位置 主按照片 是很可憐的 現在我們怎麼會有 boom禮湖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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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去走一个比较长的步道 经过一个大上坡之后 可以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去Eiffel Lake 另一个是去Large Valley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走到了岔路 我们决定前往Large Valley 落叶松山谷步道 落叶松生长在高海拔多雪寒冷的地方 大部分的时候叶子成绿色蒸叶状 而入洞之前叶子会从绿色转变成金黄色 整座山会变成金黄闪亮 可惜我们这次夏天来应该看不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裡就是Large Valley 雖然沒有金黃色的葉子 但是周圍還是有石峰山 非常壯觀漂亮 我們現在就走到一個開闊的大草原 被群山環繞 非常的漂亮 可以的 默奏 大草原 水 在Large Valley的底部會看到這個Ministema Lake 那我們要在這裡吃個午餐稍作休息 之後還要再繼續往上爬去Sentinel Pass 全面好用這是我的碼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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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成功爬上了Santono Pass 那在这个山口 一边可以看到我们一路爬上来的Lodge Valley 还有Menestima Lake 那在另一边可以看到Paradise Valley 两边都非常的壮丽漂亮 虽然爬上来很累但是很值得 一定要来看看 那我们就在这里结束今天的旅程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